我们能够到这一个野外来 让我们在这里放下所有的思虑 放下所有的挂心 不要想你们家的炉子到底关了没有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每个人都把心能够转向足 我们这一次的题目是 值得再活一次的人生 我上次去访问一个姊妹叫Sophia 她跟我说一件事 让我非常的感动 她说 她对她先生说 如果她还要再结一次婚的话 她选的对象还是她 我听到这非常非常感动 但是人生没有太多次机会 让我们重新来过一次 你知道在太平天国的时候 当时能够平定太平天国的 只有湘军 湖南人 所以湖南人当兵的不少 其中以曾国凡 那么是带头的 他有一个将领的叫做左宗棠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联合得非常好 没有二心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左宗棠在考试的时候 当时的所谓的考进试是非常严格的 那么你要提着篮子 这个篮子里面装着你所有的衣物 装着你所有的笔墨 你进去之后三天在围场里面 是不能出来的 那那个当时的考试卷呢 发给你之后 你要用毛笔来写 所以字迹也要很好 那这个当时呢 曾国凡就在监考 他巡视考场的时候呢 就看到一个试纸 就是看到一个考试的这个学生 正在那边哭 他就问说你为什么哭啊 他说我的这个考卷呢 掉在地上 因为那个是很辛苦的 连考三天 地呢都是泥巴地 你要是掉到地上 卷子脏了 将来这个监考官 考试人员 看都不看 你知道这些学生们呢 都是苦读十年寒窗了 很不容易进到这个考场 所以这个孩子呢 就在那边哭 哭的时候呢 曾国凡就动了怜悯心 就说这样的好了 我就再给你一张试卷 让你呢 重新来过一次 那这个学生是谁呢 就是左东塔 也就是说 他们两个人啊 真的是这么的忠心彼此扶持 实在是其来有志 也让我们看见 能够再来一次啊 真的是不容易 我知道很多人在今天呢 可能活够了 是不是啊 或者活得不想活了 活得活不下去了 有人说这个 我们是无可选择的生 你生下来是没有选择的 我要是能选的话 我就不会选这个面孔了 我要选马龙白兰肚的面孔啊 而且无可奈何的活 最后 无可避免的死 但是圣经给了我们另外一次机会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们 你愿意来试试看 圣经这句话是真的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这一次退休会 我们不仅有三次的信息 我们也有十个小组 我盼望等我们讲完之后 这些组长们能够带大家一起分享 进入神的话 我现在介绍一下 这个第一组的组长是谁啊 请你站起来 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晓鸿 刘晓鸿姐妹 好 我们为她感谢 好 第二组的组长 我叫刘晓燕 刘晓燕 感谢主 好 蒙晓燕 对 蒙 蒙古的蒙 好 第三组 朱后发 对对对 这是我们弟兄 好 我们也为她感谢主 第四组 黄卫国 黄卫国弟兄 好 第五组 蒙德皇 对 蒙建国 好 第六组 我叫任堪德 任堪德 好 第七组 密祥 密祥 好 第八组 任堅威 好 第九组 好 第十组 吕仙皇 吕仙皇 好 感谢主 好 这都是我们在这里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 所以等一下分组的时候呢 我也希望你们和他多多有交通 那我们开头的时候 我们先读一段的圣经 我们请弟兄们读这一段 诗篇九十篇 神人摩西的祈祷 我们请弟兄们读这一段 请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 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惊 你叫它们如水冲去 它们如睡一觉 早晨它们如生长的草 好 下面第二页 我们请姊妹们读 姊妹们 请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木斑 我们因你的梦气而消炼 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一面前 将我们的饮乐摆在一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正路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生叛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西东所惊花的 不过是老骨重返 转眼成红 我们便如飞而去 好 第三段我们请大家一起读 请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 保得你的时代 好教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我们低头有一点简短的导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有这一个机会 在该撒利亚 菲利比的境内 能够来认识你 能够来认识你的心意 能认识你永远的旨意 主我们把这段时间 信息恭敬地交给你 求你对每一颗心说话 让我们在这里来经历 你复活的大能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一篇诗篇是摩西写的 摩西这一个人呢 是相当了不起的人物 整个以色列民族 从亚伯拉罕开始 但是一直到摩西 才成为一个国家 那摩西呢 曾经带领200万 以色列人出埃及 并且他在旷野40年里面 为以色列人颁布了 十条诫命 所以以色列人虽然从公元前606年 亡国于巴比伦 直到1984 1948年复国 这2600年的时间 虽然亡国 但是没有亡总 主要就是因为摩西 能够把神的律法 带给以色列人 所以摩西这一个人呢 相当了不起 他曾经前面40年 他在埃及 做埃及的王子 我们从埃及 所写的这个 植草里面发现 如果说 摩西没有逃亡的话 他很可能 就是下一任的法老 但是圣经说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愿意暂时享受 最终之乐 你晓得摩西 他是被法老的女儿 捡去 当为自己的儿子 然后 他为了 法老的女儿 为了找一个奶妈 刚好他姐姐米利安 就介绍了摩西的母亲 来做她的奶妈 我想喂奶最多三年 最多五年吧 了不起了 但是就在这 短短喂奶的几年之中 这个母亲 能够告诉这个摩西说 你不是埃及人 你是希伯来人 你晓得这一个母亲 对儿子的影响力 有多深 哇 整个埃及的财富 摩西是见过盖金字塔的人 到今天还有多少人 在寻找金字塔的宝藏 可是摩西 把这些宝藏全部丢弃 他愿意为基督受凌辱 然后 从四十岁到八十岁 他就在旷野牧羊 我知道在座有些是 读PhD的 Caroline 你是 有没有读到博士啊 是读到博士了 如果我请你去教幼稚园 教十年 我看你的程度就是小学程度了 摩西放羊四十年 他什么都没有了 当神在八十岁来找他的时候 他对神说 我是素来不能言的人啊 你晓得摩西在前四十年 他说 圣经说 他是学进埃及一切的学问 而且他说话 形式都有才能 八十岁的时候 他对自己完全失望 他说 我是素来不能言的人 神 你不要麻烦我了 但是八十年之后 他带两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以我们说前四十年 摩西是我能 中间四十年 是我不能 最后四十年 是神能 神在摩西的身上 显出了不起的 这一个神迹出来 所以这一个摩西呢 当如果你去华盛顿DC 参观美国国会的时候 他每一届的国会议长 都有一个画像 你就沿着年代看 当你看到第一个 议会议长是谁呢 不是别人 就是摩西 因为摩西是立法子 是立下十条诫命 所以从摩西的观点 来看我们的人生 我相信呢 是非常的准确 摩西曾经带领 两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 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就是过洪海 后面有追兵 前面是大海 神叫摩西说 你向海伸脏 当摩西一伸脏的时候 神就用大东风 叫海水分开 以色列人呢 就走汉地 从红海经过 那么以色列人经过的时候 有图画画 你看旁边 后面好像还有鲸鱼在游过 然后呢 以色列人就从汉地出来 就到了对岸 那么埃及人呢 要下去的时候 摩西呢 就从海中呢 把杖撤回 然后呢 海水复合 法老最精锐的部队 就淹死在 红海里面 你知道埃及当年 在四千年前 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 他们的车兵长 他们的战车 就像今天的坦克一样 但是通通的 推翻在 红海里面 好多年前 当西匹时代 正在进行的时候 那么有弟兄呢 就到这个公园 向西匹 传福音 那么 他看到一个 西匹呢 正在读圣经 这个 读到一半的 就跳起来说 哈雷路亚 旁边就过来一个 还有学问人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他说你看 哇 以色列人能够走 红海如同干地啊 哇 能够走海过去 这个了不起啊 这个有学问人说 他说 据我们今天的考古学调查呢 红海那个时候啊 只有三寸高啊 人能过去 狗都能过去啊 那这个人就 这个西匹呢 就坐下来 垂头上去就再读 走不了几步呢 这个人又听见 这个西匹说 哈雷路亚 这个人回来说 你怎么又高兴了 他说你看 神能够用三寸高的水 淹死这么多 埃及军队 圣经里面 的确给我们看见 过红海 是一个事实 无论在旧约 在新约 诗篇一百零六篇 然而他因自己的名 拯救他们 为要彰显他的大能 并且试着红海 海变干了 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 如同经过旷野 在新约 西伯来福也说 他们因着信 过红海 如行干地 埃及人 试着要过去 就被吞灭了 那他这个过红海呢 基本上他的这个路径呢 就是在这里 就是从这里呢 过到所谓的 Cina Penisola 那么你今天到这个地方去呢 这个海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能够过去呢 他们有人考证 说这个在他们过的地方呢 这个海水里面呢 有一个海桥 那么就这个就是他们过红海的地方 那么他们在今天当他们潜水下去的时候 还能看见四千年前 这个埃及人用的战车的车轮 那么虽然被海水腐蚀很多的 这一个 但是还能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车轴 前后两个车轮在那里 所以 我相信摩西 他所经过的这些人生的起伏 他所讲的呢 对我们的人生呢 一定是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把刚刚 我想各位在圣经里面 在你的手册里面呢 都有诗篇九十篇 好不好 请你翻翻看 我们再把这个诗篇稍微看一下 在你的倒数第二页 就十三页这里 有诗篇九十篇 诗篇九十篇呢 总共有十七节 这个十七节呢 就分作两段 第一节到十节呢 是一段 第十一节到十七节呢 是第二段 第一节到十节呢 我们说是摩西的回顾 他回顾他的人生 十一节到十七节呢 是前瞻 他往前看 那么从一节到十节呢 他是看自己 所以他用了七个如 或者用了好像 他用七个比喻 来描述他的人生 所以十一到十节 是看自己 十一节到十七节呢 是看神 一到十节呢 是描述 十一节到十七节呢 是祈求 他说了好多 求你求你求你 然后一到十节呢 说的是今世 十一节到十七节呢 说的是永恒 所以 这是分作两段 他用七个比喻 来说到我们的人生 第一个比喻呢 就是说在你看了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浊日 你想千年和浊日 怎么能比较呢 我们的神 从亘古到永远 祂是神 当然这是中文翻的比较美好 其实就是 from eternity to eternity 就是从永远到永远 你看这一棵树 哇 真是大 这棵树 而这里呢 有一个人 你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人 这棵树呢 大概要 我不知道多少 这样的人 大概要三十个吧 才能合抱起来 这棵树大概活了五千年了 这个人顶多活了三十年 无论从空间 从时间 这个人呢 没有办法和这个树 来相比 今天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些差异 是不是 你存款是两百万 我的存款只有二十块 当然差很大 其实从永远的眼光来看 没有差别 我们学数学 有一个符号是倒过来的 躺下来的八 有没有学过 这是什么 我考考这个魏国弟兄 你是忠实话派出来的 不要丢脸 这个躺下来的八 减一等于多少 还是无限大 那无限大 如果减一的十次方呢 还是无限大 如果无限大减一的十次方的 一千次方呢 那也就是说 一等于一的十次方 一等于一的十次方的 一千次方 如果从无限大的眼光来看 这些有限的都差不多 都是一样 在有限的眼光来看 很大的分别 从无限的眼光来看 没有分别 在神的眼光里面看 过去的千年 好像昨日一样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神的眼光 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 真的会完全不一样 我们中国有一首诗 叫做大江东去 浪涛静 千古风流人物 青山依旧在几度细阳红 当然这是一千年前 苏氏写的诗 说这个浪涛静 千古风流人物 我如果说 魏国弟兄 你是很风流人物 那么好像这个说 今天说就不行了 应该是风云人物 就是不管你这个人 多了不起 长江的浪呢 都给你涛静了 那些觉得世界上 少不了自己的人 坟墓里面太多了 都被长江的浪都涛静了 都过去了 从无限的眼光来看 我们的人生真是算不得什么 第二 这里第二个儒是什么呢 他说又好像夜间的一惊 那这是清朝的一个根夫 他头上套的是一个竹筒 我们讲做帮子 右手拿着呢 是一个锤 然后呢 这个绑壁上呢 吊了个灯笼 左手呢 或者是拿刀 防身 或者是呢 拿一些其他的器具 那么就是晚上的时候呢 他就敲了 三斤了 四斤了 注意灯火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起来看 现在三点了 起来看 现在四点了 你会不会这样子啊 除非你睡不着 你睡觉的时候 一觉都过去了 就是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很多事情 当你回头看的时候 真像做梦一样 这个苏氏也说 这个四世一场大梦啊 人生几度秋凉啊 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很多事情 一下子都过去了 有些人做梦 哇 梦见这个 哇 这个满床都是黄金啊 就赶快塞 塞啊 前面塞 后面塞啊 醒来一看 怎么都没有了 都不走 那都是梦啊 第三 他说呢 叫我们好像如水冲去 这是今年三月十一号 日本 他们有这个九级的地震 所以引起海啸 这个海水冲下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东西呢 挡得住 所有的东西呢 全部被冲走 连船呢 也冲到陆地上来 你看这个船呢 在房顶上 你从来没有看过 这种情形的 啊 那么 整个的地区呢 就好像 呃 他们说丢 再丢一次原子弹 一样 完全摧毁 啊 然后那个 轮船里面的柴油啊 露出来 就变成大火 啊 然后这些 呃 这些 地区呢 就好像废区一样 哇 哇 你简直不敢想象 这么多的东西被冲垮冲散 啊 日本的这个 呃 商业啊 也是呃 灾害惨重啊 你看这些货柜 好像积木一样 啊 这是两个 呃 呃 他们海啸之后检查 如果查过了没有 没有人的话呢 他们就写一个字叫完了 啊 这就跟我们中国字 呃 中国话里面一样 这个地方真是完了 啊 那么你看这一个男人 在这里掉泪啊 啊 他在找他的东西 完全啊 这个几十年的经营啊 啊 全部毁于一旦 啊 这一个女孩子躺在家 呃 跪在家门前痛哭啊 很可能他所有的亲人啊 都已经不在了 啊 那么 这就给我们看见说 这一个海水来的时候啊 哇 真的是 非常的厉害 啊 那么没有一样东西呢 是你可以抓得住的 我想问一下 我们在座 谁结婚最短 有没有结婚 三年之内的 哇 都没有啊 四年的有没有 结婚四年的有没有 也没有 五年的 哇 都是老夫老妻啊 六年有没有 六年 啊 好 我们的弟兄结婚六年 那我就问我们的姊妹了 你做新娘做多久啊 他们说做新娘啊 只做一天 第二天就是老婆了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存得住的 我们人生在世 好像你说 哎呀 这个也是我的 那个也是我的 其实啊 通通不是你的 嗯 他们说人生啊 有六大还原 啊 当你 小的时候 生下来 这个没有什么头发 这个 这个老的呢 这个头发也越来越少 有一次一个弟兄说 李牧师啊 你这个发线越来越高了 我说什么发线越来越高了 这是面子越来越大 小的时候生下来 好像眼睛啊 看不太清楚 啊 那么老了呢 也是要戴这个老花眼镜 小的时候生下来 听说耳朵是听不见的 啊 老了呢 耳朵呢 也听 也听 也要戴助听器 小的时候生下来没有牙 你们哪个人生下来有牙的 啊 有一个老弟兄 八十岁 能够吃牛肉 哎 我从老弟兄里牙不错 当然不错 美国货 小的时候生下来脑袋是空空的 一得老年痴呆症 也是一样 脑袋空空的 小时候生下来 你要冬尿片 很多老人啊 也要冬尿片 所以当你看看 我们的人生啊 从开头和结束 差不了多少啊 人生好像走了一圈 今天又回到原点 我表演一下啊 既然这个魏国 你坐前面就借我一下 这魏国呢 是我们 这个北方驴子 这个北方呢 有大漠 这个墨人都推不动呢 那最好用的牲口呢 就是驴子的磨 他们把这个驴子裸子呢 就放在墨旁边 然后泡一个饿 泡一个饿呢 就叫它走 但是要它走的不容易啊 因为驴子的脾气很倔 你打它 它踢你 怎么办呢 它们就在这个驴子的鼻头上 抹一点花生酱 驴子一闻 闻 就在前面 走 走了一圈 没吃到 再闻一下 就在前面 当然这个眼睛是要蒙起来的 我们就发觉 这个驴子走了这么久 走到最后 把这个眼罩拿掉 他一看 哎呀 还在原地啊 你想主人会给他吃花生酱吗 闻的是花生酱啊 吃到的可能是甘草 我没有结婚前 我觉得爱是月亮 爱是玫瑰花 接到婚才知道圣经是对的 爱是很久忍耐 英文说更好 Love is long suffering 所以我们的人生 你好像走了一圈 最后发觉 还在原地 从来没有走过 谢谢 所以我们的人生呢 是一场骗局 如果说你能够真的认识你的人生的话 你知道你的人生 好像从来没有活过一样 下面说 他们怎么样 如睡一觉 你看这个小贝比 哇 我觉得睡得真甜啊 这个上面他爸爸给他绑了一个东西啊 绑了一个丝带 叫做from God 你看他睡的时候两个脚啊 还跪着 还交叉着 我相信这个小东西睡的时候可能在做梦 什么叫做梦 什么叫梦醒 就是当你在梦里面的时候 什么都是真的 吃糖 糖是甜的 但是一醒 甜味就没有了 今天你的人生里面到底是不是在做梦 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庄周 他梦蝴蝶 他醒了之后就说 那我现在活着 是不是蝴蝶在做梦呢 真的 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的人生啊 都像这个做梦一样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 这里告诉我们啊 我们的人生啊 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呢 割下枯干 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都有清嫩的时候 我们都有发旺的时候 但是请你知道 过不久 你的人生呢 也会有衰残的时候 我上一次说 这个师母当年看上我呢 就是因为我有这个酒窝 但是到了现在 酒窝就变成皱纹了 你爱什么 到最后都是会改变的 今天 你看这一个草 蒲公英哇 长得真好 过一下就枯干了 今天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家庭生活 都是会改变的 没有一样是你抓得住的 所以圣经里的话是对的 我们 中国人说 这个 自古美女如名将啊 人生不许 见白头 还有一个呢 他说呢 我们的人生 好像一生叹息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去过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啊 是意大利的威尼斯 他们不是用汽车的 是用船走的 那这个地方非常有名 这个叫做 叹息桥 Bridge of Stein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一边呢 是从前的总督府 那这一边呢 就是监狱 很多在总督府做高官的人 后来呢 被判罪 就经过这个桥呢 去做监狱 当他经过这个桥的时候呢 一定是会叹息的 我们从前 这个阿扁总统呢 大概也经过这个桥啊 也就叹息了 这个从前家财万贯 现在身计灵无啊 也就是说 你人生的飞黄澎达 不能保证你终生的富贵常有啊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圣经最后说 我们的人生啊 就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金花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啊 转眼成空啊 我们便如飞而去 你看这一个 这一个气候呢 应该是秋天 因为这一棵树呢 已经结了好多的果实 那这一棵叶子呢 已经枯残了 如果风大一点呢 很可能这个叶子呢 就要随风而去 这一个树叶也曾经呢 有过它辉煌蓬勃的年日 它也为这棵树呢 行过光合作用 也供应过它所有的精力 但是现在到了秋天了 这一棵叶子呢 马上就要枯残 就要凋零 就要随风而去 我有一次问台下的一个年轻人 我说 你知道祸去病是谁呀 他问我说 谁生病了 我说祸去病 是我们汉朝的大将啊 曾经深入大漠三千里 二十叶南山 但是今天没有几个人知道它了 我请问这个 这个建国弟兄是 不是 国强 国强弟兄 请问你 曾祖父叫什么名字啊 不知道 你不知道 大概就没有人知道了 同样的 如果他 国强 也过了三代 也就没有人知道 刘国强是谁了 对不对 我说的一点不错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这里活得很好 活得很有意义 活得很有前途 活得很有计划 但是在永恒里看来 这些都算不得输 如果你不能解决永恒的问题 你人生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盼望能够再活一个人生 就不是这个人生 这个人生是有结束的 你一定要和永恒啊 要有认识 有经历 这一对夫妇你们认识吗 男的长得英俊 萧嫂 女的长得端庄 美丽 这是谁呢 这是这 这两个 这就是我们 加拿大的女皇 我们加拿大是有女皇的 这个伊丽莎白 二世 加上他的夫婿 菲利普亲王 那这一章呢 是他们六十年前 在印度度蜜月 那个时候刚刚结婚 那这一个呢 是他们六十年结婚 这算钻石婚是 钻石婚 那他们就就地重游 再回到印度去 但是今天看呢 这个 哎呀 这个 女皇呢 大概是因为擦了粉 所以呢 还算可以 但是头发呢 已经斑白了 菲利普亲王呢 脸上呢 都是老人斑了 贵为皇后 也不能拦阻时间 给他们的压力 所以今天你不必去算命 你的命呢 其实已经算定了 我们中国人呢 说得很好啊 他把这个每一个阶段呢 都说出来了 他说呢 你不满周岁的时候 叫做强保 二岁到三岁呢 是还提 都叫提的走 七岁的女孩子呢 叫条年 这个就是这个头发呢 留下来好像刘海一样 八岁的男孩呢 也叫条年 那这是因为掉了牙齿 十岁以下呢 叫黄口小儿 十三岁到十五岁呢 叫五勺之年 勺是厨房的用具啊 办嘎嘎酒 十五岁到二十岁呢 叫五相之年 像是一个兵器啊 喜欢拿着这个刀啊 剑啊 跑来跑去 十二岁的女孩子呢 叫金差之年 十三岁的女孩子 叫豆寇年华 十五岁呢 叫吉祭之年 就是头上可以插这个展 男孩子十五岁呢 就是有志于学 十六岁呢 叫做破瓜年华 他们说把这个瓜的这个字呢 打开呢 就可以分作十六 我怎么看 怎么看不出来 就是十六岁呢 就是破瓜 请记得啊 这都是古时候的分法 和现在没有关系啊 你不要太敏感啊 这个二十岁呢 叫桃李年华 好像桃花李花 二十四岁女孩子 叫花姓年华 就是这个花呢 已经发出信息了 一直到出嫁 叫朴梅 就是梅子落下了 代字之年 就是等待八字 三十岁呢 叫半老徐娘 请记得啊 这个是古时候的啊 这个和现在没关系啊 四十岁的男孩子 叫不惑之年 这也是不对的 现在四十岁的男人啊 最容易受迷惑了 五十岁呢 叫半百 六十岁叫花甲 七十岁叫古西 八十岁叫浩别 九十岁叫台背 有一种语意叫台 它这个背上呢 有青的斑 所以你看这个脸上呢 都有斑 一百岁呢叫仁瑞 所以你不必去算命了 你的命人家早帮你算好了 你是几岁就牵进去 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的人生啊 已经被算好了 你跑不过 就是这样 你的人生呢 是一个有限的人生 那么 一百岁之后我没写 为什么呢 一百岁之后呢 就是死亡 很多人呢 不愿意提到死亡 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做了亡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 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 这个地方 你们看怎么样啊 这个我看也不错吧 树荫呢 也蛮好的 草地也蛮绿的 那这个 云城弟兄 下次我们这个露营去这儿 好不好 不行的 你不会把帐篷搭在这儿 为什么 因为这里表示死亡 中国人不喜欢说死 所以天子死呢 曰崩 诸侯死呢 曰轰 大夫死呢 曰处 棺材不能讲棺材 要讲寿材 要讲长生板 一个人去世了 你要说 集中科士 做谷 解架 顿化 去世 过世 世世 长眠 安息 作画 升天 如果碰到你讨厌的人死呢 你就说他是建阎王 回老家 归西天 断气 完蛋 敲辫子 一命无虎 死 是非常普遍的事 棺材店 卖大棺材 也卖小棺材 这个有一个人很怕死 他就找了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就到那边去住 就问人家说 这里的死亡率高不高 那个人跟他说 跟其他地方一样 都是百分之百 而且这个死呢 是不定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会临到你 你今天晚上脱下的鞋 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够穿起来 你今天晚上居然会开车回家 不知道在高速公路上 会不会碰到一个喝醉酒 驾车的人会撞到 没有人知道 什么时候你要走 阎王定你三金 没有人能留你到五金 而且这个死呢 也叫人非常的遗憾 这是陆尤写的最后一首诗 他说 死去原之万事空啊 但悲不见九州同啊 黄师北定中原域 家计忘告乃翁啊 他有一些事情 他觉得非常的遗憾 还有呢 死呢 也叫人非常的无奈 有一个人叫袁梅 他记他的妹妹 他说 如死我障 我死谁埋 如唐有灵 可能告我 乌乌 生前既不可想 生后又不可知 哭如既不闻如言 殿如又不见如实 指灰飞扬 朔风也大 阿兄归义 有履履回头望如也 乌乎哀哉 乌乎哀哉 非常的无奈 非常没有办法 还有 这一个死呢 也是非常的强悍 许多强人 许多有名的人 许多将军 许多富户 到最后呢 统统死了 这里面告诉我们 这首诗呢 照着我的果文程度 写的是相当不错 他说江山如此多骄啊 引无数英雄 积极择腰 习秦皇汉武 略书文采 唐中宋主 稍训风骚 一代天骄 沉积思汉 只是湾宫色大雕 巨网义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但是我今朝想看看 这个风流人物呢 他也不在了 就是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人物 秦始皇 汉武帝 陈吉思汉 哎呀 统统不在了 而且不止如此 死呢 也可以说是 非常的 恐怖 恐怖不是死亡那一刹那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我有一个特殊的经历 有一年夏天呢 我就带着全家到北边 那个阿光棍park 那去 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好啊 有一个湖非常漂亮 那我们一家四口呢 就租了一个独木舟 我和儿子呢 坐两头划船 太太跟女儿呢 就坐中间 独木舟不好划 划起来会摇摇晃晃 那我们两个男生就怪 都是你们女生 没有坐好 下船 所以呢 就找到一个中间的一个人工的岛 就让下去 我们两个男生划得过瘾一下 神实在是阻挡骄傲的人啊 我们两个人划不到十公尺 船就翻了 我是稍微会游一点点游 游不了多远 我看船翻了呢 船底朝上 那我想我就趴在船上面 等人家来救我 我这么一趴呢 船就再翻一个过 再翻一个过 我就落水了 那个水很深的 下去之后我就喝水 人很奇怪 你一不能呼吸的时候啊 你脑子里面会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可能会死 这个经历我从来没有过 就在我想到会死的时候 我这一生的事情啊 像拍电影一样 啪啪啪啪啪啪 全部从我眼前走过 哎呀我就知道 人死了不是完了 人死了要面对 你一生所做的事 我就看见说 今天为什么人怕死 因为人知道死了不守完了 死了后面还有一个东西等着你 神不必开一卷书来讲 他不必 一下子你完全知道 所以有人到临死的时候 他良心受不了 他就要把最对不起人的事 要说出来 哎呀幸好啊 这个儿子是学游泳 从小的时候呢 他妈妈就带他到YMCA 从什么蝌蚪啦 青蛙啦 海豚啦 一路学上去 学到那个时候 刚好学的是 life saving 就是救生元 这个养兵千日啊 用在一时啊 他就啪啪啪 游过来 一把把我抓起来 但是这个经历让我永远不能忘记 真的 如果你的人生 有死亡等在前面 就表示你的人生啊 是一个短暂的人生 你的人生是一个无解的人生 你如果不能够过到坟墓那一边 你的人生怎么活 都是虚空的 都是无聊的 所以有人说 我们的人生啊 不在乎长短 只在乎好坏 好像这个写一篇文章一样 有人说我们的人生啊 作诗的人说 我们的人生是一场春梦 那么我说呢 我们的人生呢 像一个钟摆 摆过来是空虚 摆过去是无聊 停在中间呢 你就死了 我们的人生到底的真相是如何呢 我们必须要从圣经来看见 我很喜欢这个多伦多 也是加拿大的地标 我们有一个体育馆 从前叫Sky Doom 现在叫Roger Santa 我比较喜欢Sky Doom 那这一个呢 就是叫CN Tower 我觉得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基督信仰里面 两个最重要的标志 一个呢 就是十字架 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十字架 那这个呢 是一个空的坟墓 因为Sky Doom 这个Roger Santa 它的屋顶会打开的 你可以看见 这个屋顶打开就是这样 它这个 你可以看见CN Tower 你看它这个屋顶是可以打开的 所以我就觉得 每一个在加拿大的人 都该信耶稣 因为这是基督教的标志 一个十字架 一个空的坟墓 你知道 我知道有没有你是刚刚到加拿大不到一年 对不对 才几个月吗 你知道加拿大每个人都是罪人吗 你不知道 因为加拿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东西叫社会安全号码 我们称作Social Security Number 简称就是SIN 所以你问加拿大人说 你有没有信啊 有 你有没有信啊 有 每个人都有罪的 所以这个标志加上Social Security Number 每个加拿大人都该信耶稣的 这里告诉我们 罪的工价就是死 但神的恩赐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圣经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我们的罪的工价是什么呢 就是必须要死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从死里面得解脱呢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解决了我们的罪 他为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 就解决了我们身上所有罪的问题 我和大家想一想 想一件事 就是有几件事呢 是事实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对不对 这个所有的人几乎都承认 耶稣的确是定了十字架 而且耶稣定了十字架之后 他真的断气了 他真的死了 这是第二个我们所知道的事实 第三个事实呢 就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如果耶稣死了 他的坟墓又是空了 就是耶稣定了十字架 但是葬他的坟墓呢 是空的 这表示什么呢 这有好几种的可能 只有三种可能 除了这三种 连第四种都没有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虽然定了十字架 但是没有死 他的这个 后来他在坟墓里面 苏醒了 走掉了 第二个呢 就是他 死了 他有尸体 结果他的尸体呢 被人家偷走了 是不是啊 第三个可能呢 就是他 从死里复活了 除了这三个可能 没有其他的 我再说一遍 第一个 耶稣定了十字架 但是没有死 结果呢 他从坟墓里 自己走了 第二个 耶稣死了 他的尸体呢 被人偷走了 坟墓是空的 第三个可能呢 就是他死了 但是从死里复活了 有没有第四种可能呢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才可以往下讲 有没有第四种可能 但有 有没有第四种可能 就第一个 就是他没死 第二个 他死了 尸体被偷走了 第三个 他复活了 有没有第四种 应该是没有 如果我们能够把前面两个 都否定了 那你必须要承认 耶稣死而复活了 对不对 第一个 耶稣没有死 耶稣啊 三十三岁 哇 身强力壮 又是这个木匠 定不死 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看一个历史的事实啊 在公元前七十三年 罗马发生一次 所谓的奴隶战争 那这些人呢 都是gladiator 就是很 空无有力的 而且都是斯巴达人 那么他们呢 和这个罗马的兵团作战 这个 他们曾经打败 两次罗马的 这个兵团 Legion 那么后来呢 罗马没有办法 从前线呢 调回正义军 他的元帅呢 叫Marcus Lysias Casius 那么调回来八个兵团 那么用八个兵团呢 和这个gladiator 打 最后呢 把他们打败 活捉了大概六千人 全部定十字架 从罗马的 这个城市门口 一直往郊外定 大概长十公里 六千人 没有一个活下来 定十字架 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 我们有时候看耶稣定十字架 还遮了一块布 他是全身赤裸 让你最慢的 这个方法来让你死 让你的血一滴一滴流 哇 所以 这六千人 没有一个活下来 我相信 耶稣也不可能活下来 那你说 那你说 有没有可能 这个 有人把他偷走了呢 要偷他的尸体呢 只有两种人 一种人呢 是他的朋友 他的门徒 还有一种人呢 是他的仇敌 法利赛人 其他人不会偷的 偷去没用的 我上次到这个 这个张蜜亚家里 吃了一顿饭 我觉得很好吃 那下次呢 我就想 如果他再亲我吃饭呢 我要有点回报 我就要带一条羊腿去 这个 蜜侠你觉得 好不好啊 应该不错啊 如果我带的不是羊腿 我带的是条人腿 没有人 这吓死了 所以没有人会对尸体感兴趣的 一个是朋友 一个是仇敌 好 如果我们说 是他的门徒 把他的尸体偷走了 请大家记得 所有耶稣的门徒 除了犹大以外 全部为耶稣殉道 全部为他死 如果他们知道 耶稣复活是一个谎言 你想这些人会为他死吗 辛亥革命 林决明 他要临走之前 给他太太一封信 他知道 这一次去 活不了了 这个碧雪 黄花 他们都葬在 黄花纲 七十二列四 他走之前 给他太太一封信 他说 亲亲无爱如武 我以对如之爱 祝天下人 爱其所爱 就是像林决明这种 慷慨就义的人 他都知道说 他死是为什么 他知道 他这样做 是有意义的 他可以抛头颅 撒热血 但是国家 可以复兴 满清 可以推翻 他知道 他这样做 是值得的 每一个耶稣的门徒 他们都是为主 殉道 像彼得 当时他在罗马 罗马的 这个尼罗皇帝 就是要杀基督徒 门徒们就 劝彼得 赶快走 他们就 在罗马城里面 看见彼得 就往前走 走走走 就看见彼得 跪下了 跪下之后 回头了 哎呀 这个门徒就问彼得 说你为什么不走啊 他说 我往前走的时候 我看到耶稣迎面而来啊 满脸愁容 我就说 主啊 你往哪里去啊 耶稣说 你离开我的羊群 我要回去照顾他们 彼得说 主啊 你不要回去 我回去吧 彼得回去之后 就被捕 被捕之后 也是钉十字架 彼得说 我不配和我的主 同样钉十字架 你们把我 盗钉十字架 所以彼得 在历史上 他是盗钉十字架 今天你去罗马 参观 在罗马 城郊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的名字 就叫做 主啊 你往哪里去 所以这些门徒 都是殉道的 你想如果他们知道 耶稣的死 是一个谎言 是个笑话 谁会为耶稣死啊 但所有这些人 都愿意用他们的性命 用他们的鲜血 来做见证 证明 耶稣死 你说 如果是他的仇敌 法利赛人 偷了怎么办 偷了藏起来 那以后 门徒们在那里 传福音 说耶稣复活了 法利赛人 只要把尸体 拿出来就好了 但是法利赛人 拿不出来 因为他们没有 所以我说了 如果耶稣 他的尸体 不是朋友拿走 不是仇敌拿走 又不是他自己 假装死 只剩下一个 可能性 就是耶稣基督 从死里 复活了 耶稣死的时候 是羔羊 但复活的时候 却是犹大支派的狮子 我们一起读这一节 好不好 一起来读 请 但基督 已经从死里复活 成为 碎了之人 出俗的国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从死里复活 不只是他一个人复活 他乃给我们 开了一条 生命的道路 从前我们的命都算定 我们的命都是死亡做终结 棺材做终结 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 圣经上说 他成了初俗的国子 什么叫初俗 就第一个成俗的 以后还有第二 还有第三 还有第一千万 还有第一万万 要从死里复活的 耶稣他开了一个路 他造了一个桥 让他的复活 也成为我们的复活 所以在历史里面 有好多人证明 耶稣复活 这是在第一世纪 犹大的一个史学家 Josephus 在他的犹太古史里面 十八卷 三十三章 一百一十一 一百一十二页 他说耶稣这个人是弥赛亚 第三天他活过来 显现给许多人看 这件事 以及许多其他的歧视 都说明先知所提到 有关他的事呢 都是准确的 在英国有一个 有一个律师 叫做Morrison 那么他就是不信 他说耶稣一定没有复活 他就花了三年的时间 到巴勒斯坦去考察 到底耶稣有没有复活 最后他写出一本书 这本书呢叫 Who moved the stone 谁移开了石头 因为在犹太人的坟墓那里呢 门前都有一块石头 耶稣复活的时候 天使呢 就把这块石头挪开了 所以他的书名就叫 谁挪开了这一块石头 他说这本书 本来不该是这样子写的 但我没有办法 我不得不承认 耶稣基督呢 从死里面 复活了 那么有一个人呢 他是剑桥大学有名的学者 叫Vesca 他说实际上把所有的证据集合起来 我们大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事 比基督复活有更充分 有更多的证据 除非你先存成见 认为这一定是假的 不然没有任何事物 可以使我们以为 他的复活缺乏证据 因为我宣教的工厂是在德国 所以我也去过莫斯科的红厂 两件事情呢 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个呢 是看列宁的坟墓 这个看列宁坟墓 他做的那个方式呢 你必须要往前 然后头呢 要低下来 他们说呢 这个就算是给列宁行鞠躬礼 哎呀 我觉得有点太过分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斯大林的一个图书馆 他图书馆里面有一本书 就是他执政之后 他特别找很多人去写一本书 反对基督教 你知道这个斯大林的first name是什么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的名字叫Joseph Joseph是圣经的名字 他妈妈取的 本来呢 他妈妈想叫他做牧师的 很可惜呢 他做了斯大林 结果他找那本书来 他就写了这么厚一本书 他就拿来看 就丢在地上 说你们写这种书啊 证明耶稣没有复活 人家看了都要相信耶稣复活 那这一本书还在哪里 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历史上发生过一次的事 你没有办法放在实验室来证明 对不对 这个丹尼尔 你有没有嘱咐啊 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拿不出来是吧 拿不出来就没有啊 有人就问我说 有没有耶稣啊 你把耶稣拿给我看看我就信 我要拿得出来一定是假的 他如果能够拿得出来 你祖父还活着吗 不活 如果你能够拿得出来 那个祖父就是假的 但是他坐在这里 就证明他的祖父是真的 是不是这样 有人说秦始皇 秦始皇是真的还假的 有一次我去迪士纳乐园 哇他有三百六十度的电影 哇介绍中国 特别是长城 你上到巴达岭 从山海关一直看看看 看到嘉狱关 哇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真是浩瀚啊 真是伟大 真是澎湃 我就在那里喊 我说但是龙臣飞降寨啊 不叫狐马渡樱山啊 你知道樱山是什么 就是核桃上面那一个山系啊 当年这个匈奴都是从那边下来抢粮食的 但是龙臣飞降寨不叫狐马渡樱山 我请问你长城最后是谁盖的 秦始皇把他盖起来了 在北京有一个 北京大学有个校长叫蒋金甫 那么他好多年前啊 他曾经去过旧金山 那个时候旧金山还不是讲广东话 是讲潮州话 潮山话 那么他就进店里面想买东西 怎么讲怎么讲 人家听不懂 哎呀最后没办法 说拿个笔来吧 拿个纸 他就写 旁边蹲着一个老太太就说 哎这个人不会讲堂花 竟然会写堂字 我们中国的方言都不管方言怎么讲 写出来都是一样 这叫什么 这叫书童文啊 谁做的 秦始皇做的 秦始皇做的 你从这些里面你就知道秦始皇是真的 你从这些基督徒身上 你也必须要承认 耶稣真的是复活了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话 他说儿子 我需要我需要你盖一个桥 这里呢就是你所需要所有的工具 就是一根这个一个铁锤 三根钉子 就是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 把我们和神连在一起 把神那个复活的生命 能够通到我们这边来 所以罗马书十章九节说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救必得救 今天你口里认耶稣是主 你心里相信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你就得救了 你愿意相信吗 你相信 你就得救 就这么简单 因为你如果能够相信 就证明圣灵在你心里做工 而且他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今天我们好多弟兄 在这里侍奉 在这里做好多的事情 为什么 他们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十天九十天 前面一半 它是一个描述 人生的描述 后面一半 就是对于永恒的祈祷 这个祈祷呢 有三个东西 他求智慧的心 他求赦罪的恩 他求终生的爱 在这三个祈求里面 都提到一样东西 叫做日子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中国字 智慧的字 就是知道日子 就是智慧 第二 他在这里说 我们所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的震怒之下 求你照着你死 是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所以摩西知道 他要有一个全新的 有一个不会过去的 有一个永恒的日子 最后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所以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人生的路 不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地上 我们人生的路 必须要找到神 必须要看见永恒 在永恒里 你才认识智慧的心 你才得着赦罪的恩 你才能享受永远的爱 圣经里面 在新约里呢 有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有没有谁有圣经的 没关系 如果没有圣经呢 我读给你们听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 第三章这里呢 讲到一个人 叫做尼戈狄姆 那么他这个人呢 夜里来见耶稣 他这个人是很有身份的人 圣经里说 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又是犹太人的官 而且他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的先生 是教书的 不但这样 他这个人呢 也非常谦卑 他年纪很大 但是碰到三十出头的耶稣呢 他称他拉比 就是称他夫子 这样的人来见耶稣 他说 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他很老资格 他什么都知道 耶稣却当面对他说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请你记得这一句话 他说话的对象是谁呢 是耶稣对谁说话呢 这个人是很有资格的 他是法利赛人 他是宗教家 他是犹太人的官 他是政治家 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 他是教育家 他非常谦卑 他还是道德家 而且他上了年纪 可以说是老人家 一个人有着五个头衔 不容易啊 是不是 这个温弟兄 你是教书的 你算是教育家了 那你也信了主了 就算也宗教家吧 那我看您也蛮谦卑的 也算是这个道德家吧 但是可惜你年纪不够 不能称作老人家 你要知道有着五个头衔不容易啊 但这么有资格的人 主披头就对他说 人若不重生了 就不能见神的 什么叫重生 就是再生一次 哎呀 所以这个老人家就糊涂了 他说我都老了 怎么能够再尽母父生一次呢 主就再解释 主就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主耶稣在这里开启 尼格尼姆 告诉他说 你这个肉身生的 你怎么生 都没有办法 都没办法脱开 这一个肉身的范围 你需要从圣灵生 你需要再生一次 你需要相信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你再生一次 你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我再说 亲爱的朋友 耶稣从死里复活 这是一个事实 你相信这个事实 耶稣的生命 复活的生命 就借着圣灵 住在你的里面 你的人生 就会有一个奇妙的大改变 你的人生 就会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你就会在基督耶稣里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末了我们一起读这一节圣经 我们大家非常熟 请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 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灭亡 反得永生 亲爱的朋友 我把这个话说在这里 我愿意今天 你到这一个营地来 不是白来 当然 他们说在加拿大 我们是穷人 过富人的生活 在国内 是富人 过穷人的生活 我们这种空气 全世界买不到的 我们这种晚上 看星星 哇 你知道到这个 他们说到什么 到零分是不是 到三星零分 哎呀 看不见天的 看不到星的 小孩子不知道 什么是星星啊 哎呀 但是在这里 哇 这个星都特别近 但是如果你只是来 享受外界的 这些美丽的风景 还不够 你需要在这里 得着一个 新的人生 所以我愿意 把这个新的人生 介绍给大家 就在你的口里 就在你的心里 你口里只要承认 耶稣基督为主 你心里只要相信 耶稣从死里复活 神的生命 就拯救你 你就得着一个 全新的生命 好不好 我们低头 一同的祷告 我愿意带大家 一起祷告 如果你还没有 接受耶稣 在这个来之前 还没有接受 耶稣做救主 你跟我一起祷告 好不好 我祷告一句 你跟我祷告一句 主耶稣啊 我感谢你 你带我到了这个营地 听见牧师的讲论 你让我看见 你从死里复活 你让我看见 你流血洗尽我的罪 主 我是个罪人 我愿意接受 你的救恩 我愿意接受 你的血 除去我所有的罪 我愿意相信 你从死里复活 我愿意接受 你做我的救助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再为大家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今天把我们带到这里 我们相信 这不是偶然的 是你调动万事万物 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 主啊 我们把每一颗心 都交给你 但愿你的话语 能够摸着每一个人 让我们有一个 人生的觉醒 让我们看见 人生的真相 让我们不是到临死前 我们才有一声 长长的叹息 主啊 我们愿意现在 抓住永恒 我们愿意现在 活在复活的生命里面 主求你恩待 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 开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认识 真正的你 谢谢主 求主祝福 来到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每一位朋友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